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台式夜戏新闻 我是谢安 先开始带您关心社会焦点 在今天晚间 宜兰郊西长荣凤凰酒店惊传火警 这是位在12楼的客房浴室 突然间窜出浓烟 半店的警铃大响 业者也紧急疏散所有人员 有民众闻到因为赶紧跑下楼 有人当时在游泳 游到一半 穿着泳衣就赶到一楼逃生 根据了解 客房发生火警当下 入住的民众刚刚好不在房间里 那索性整齐火警没有传出任何的人员受困或者伤亡 饭店警铃大响 顶楼不断窜出浓烟 民众抱着小朋友拿起贵重物品到一楼逃生 警销货报赶到现场 饭店员工赶紧引导现场秩序 还有人游泳游到一半 听到火灾警铃 顾不得衣服还没有换 穿着泳衣披上浴巾先出来避难 7号晚上7点多 宜兰郊西长荣凤凰酒店传出火警 当事馆内住宿家用餐的顾客约500多人 馆方第一时间全数疏散 有工作人员在12楼的客房外面有发现到有浓烟 那立刻就通报了消防队 那同时也从12楼开始往下疏散了全馆的顾客 这是一间浴室 有点烟 浴室有烟来 然后我们就把烟排除掉 原因可能要取离 我在调查才会知道 根据了解 起火的这间客房有民众入住 不过事发当下民众不在房内 而是在馆内使用其他设施 索性火警有惊无险 饭店业者表示 将针对当晚所有民众退还住宿及用餐费用 希望顾客没有受到太大惊吓 记者李柯彦一览报道